美国商务部声明白底黑字写道 对中共实施新的出口管制 进一步限制中共购买与制造高阶晶片 这个举动被视为是美国采取最全面 最严厉的一次对华行动 主要在遏制中共借用美国技术 推进其军事力量 同时也将中国长江存储等31家中国企业 列入未经核实清单中 声明强调相关设备被中共用来生产先进军事系统 甚至被拿来侵犯人权 路透引述华府智库一名科技事务主任说法表示 新措施将使中国倒退好几年 新措施上路之后 没有取得许可证的美国企业将不得提供先进运算晶片 制造设备等相关产品给中国 而措施也扩大外国直接产品规定 未来运用美国技术在其他国家制造的晶片 也将受到这项规犯 新唐人 雅配电视 直接李肇廷语 整理报道 原本室 代理报道 感谢观看